黃國昌他在推的7月16號居住正義的遊行 那因為前兩天我們還講說奇怪 你的那個居住正義怎麼不見了 只剩下公平正義 是不是因為居住正義這一塊 你自己講不下去呢 一川哥先來跟你請教 黃國昌有啦 他補了一個新的 他說居住正義我們要啊 他昨天開直播也是特別在講這一個部分 他的訴求包括什麼 要開增囤房或空屋稅 然後要採行社會住宅 也要就是輪流啦 就是說不能說誰抽到就永遠都是他 我們要輪動 變成別人也有那個機會 然後推動租屋的透明化 還要改革區域徵收跟重化 這樣要提供平價住宅 那你看他的這一個縮帖 然後還有再看看他的行為 因為大家想說奇怪 你如果沒說清楚你的土地的部分 包括那個違建的部分 你都沒有說清楚 你現在丟出來這個 我們是不是要順著這個風向走 就好像之前你的爭議都不見了 你會怎麼看 這個公平正義啊 這個國昌老師講的大部分都是住宅 住宅的部分 因為前這直播兩小時我從頭走到尾 因為剛才在上課就對了 我自己也有做筆記 這個做完之後 聽一聽的也是不錯 但是有一些是現在的政府已經在做了 他講完這些之後過不多久 郭台銘就來 郭台銘隨發臉書 郭台銘說 你們有聽到地主們的哭泣嗎 最近有出來哭的地主是誰 就是國昌老師 你怎麼聽到國昌老師在哭泣嗎 所以郭台銘的臉書上面有一張照片 蔡英文總統 你們有看到地主們的哭泣嗎 就是這個 然後他說地主被建商詐欺 然後設計地主這些 郭台銘現在整個在聲援黃國昌 聲援黃國昌說黃國昌你是地主 我現在聲援力 所以那一天的遊行 因為他們現在緊羅密鼓 這幾天都在做一些舉牌 看板 布條 最近就缺 因為比較沒用 就比較缺一些看板的文字 因為國昌老師這些文字 都跟饒舌 還要念 如果是上面還要畫 我有幫國昌老師設計幾個標語 給國昌老師參考 因為我有上你的課 掌上兩點金 回饋 我有一些想法 給你參考 第一個叫做 第一條是叫我符合郭台銘 郭台銘也要去 殲滅萬惡屋主 搶救投資地主 押韻 地主要搶救 這些地主很可憐 好 這是第一 第一 百富屋主儲罪 頂家限定一場 因為 侯友宜 侯友宜的家族103 所以定一個門檻 超過100的儲罪 所以99的有事 所以最近到103沒事 這侯友宜我就參加 百富屋主儲罪 頂家限定一場 因為國昌老師起一站 因為台灣很多人都有頂樓加蓋 所以這10的儲罪 這10的儲罪 這10的儲罪 這看又多多少選票 這我是很真心給你建議 因為這樣你自己也解套 第三 租客惡搞地主無罪 就是說你民間租人 租客是惡搞地主無關的 所以你的保護區頂上 雖然2017年有土石流 下去綁下去 你工工 阿門陀 頂上還有蓋一些違建 這自己都不一樣 發洞不能開給你 要開給那個工工 阿門陀 這個要補一下 媽媽出租 兒子無罪 媽媽出租 兒子無罪 對啊 兒子無罪 這苦林老師建議 好 最後一個 做這條很重要 捍衛基林地主 都公建商無良 你說基林地 基林地很可憐 他的基林地是三百倍 九百倍 這樣喔 基林地主很可憐 都無材料開玩 為三角形 為橢圓形 邊邊角角 面積很小 也沒人要叫他都庚 沒人要叫他怎樣 就整個都很可憐 所以要搶救基林的這些地主 要捍衛他們的權利 因為這些都庚的建商太無良了 這看法子出來 各取所需 因為侯友誼也看到他 百萬巫主無罪 看到 郭台銘也看到他 他這個主張 因為他都拿地主講話 郭台銘沒有替屋主講話 郭台銘都幫地主講話 這全國都地主 我都沒有跟你誤會 所以這些人 可是裡面就有一個 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比較可憐 柯文哲他的房子 也沒有大間 他就是姓伊路的旁邊而已 那個地方 因為他要當台大醫師 有時候上班 要騎腳踏車到飛行 所以佩奇就說 走柯文哲騎腳踏車飛行 所以就一個姓伊路的旁邊 走路就可以上班了 買一間房子 讓大家住 讓他們住就對了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都變巫女 不好意思 那間我們台灣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 買不去 買不去 所以這大家都各取所需 因為我 因為這個友情 我不會去參加 因為那天我有在開的 沒辦法了解 我會建議你可以做這些 完全沒有歡迎拷貝 因為主軸已經非常失焦了 比方 大家都會認為說 這個不是造成給柯文哲嗎 對不對 董哥哥認同 本來是要訴求給柯文哲 那不然我們就意思意思 廣發邀請函 結果沒想到說 答應的人 有一點也是 無心插流流成硬 但他邀請柯文哲 可是我覺得就不符合 他們的訴求 他們訴求 司法正義之外 居住正義對不對 柯文哲不打房 我不打房 我認為台灣營建業是台灣經濟的重要 產業亂打房會引起經濟風暴 這不是我們承擔得起的 你邀請一個跟你訴求不一樣的人去參加 還是一個主要的來賓 不是很特別嗎 我根本不曉得他們要幹嘛 我說這不曉得黃國昌 他們到底最後要幹嘛 因為柯文哲打房 不是打到他自己 他自己買那個在東門站那個房子多貴啊 八千 我們不想去永康街 溺水街逛街的人 你就會經過柯文哲他們家啦 就這麼簡單啊 那人家是台大醫生嘛 兩個嘛 人家會賺錢嘛 那你怎麼辦 我在台北租房子啊 我租的房子哀哀叫啊 那沒辦法啊 買不起台北啊 我們住竹北 竹北的房子跟台北房子差多少啊 但是東華哥竹北其實也有點 竹北 你要努力啦 不然你沒有參加遊行的資格啦 中東景不是說竹北沒有一億 八千萬啊 不要再增加了 我們今天很可憐好不好 沒有八千萬的 然後那不是竹北人 柯文哲啊 其實本來他們就是想想搞一個 反民進黨的大遊行 剩下的都是理由嘛 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那民進黨有沒有做到那麼爛嘛 我不是說民進黨每一件事情都做是對的 都是好的 但有沒有做到那麼爛 基本上來講 日子還可以啦 至少在過去疫情這三年裡面 有些人是受到傷害了 可是大多數人還是熬過來 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去跟對岸比嘛 台灣最近幾本雜誌都在講 中國的傷痕經濟的問題 我是很擔心的 因為中國中國經濟出狀況一定 我們會連帶受影響 記不記得年初的時候 大概討論發六千塊 一開始我是反對的 為什麼 因為蔡英文其實很清楚知道 今年經濟不會好啊 本來那一千裡面有一些 是希望萬一遇到希望萬一遇到無薪假的 可以拿出來用 國民有帶頭啊 一萬耶 發錢啊 好爽啊 那種叫一萬二 如果錢我已經花掉了 那一千塊我已經花掉了 花到哪裡去我自己也忘記 不知道為什麼跟你講說 那時候講搶我們的錢 事實上那是證交 證所證交稅這些剩餘出來的東西 台積電啦 台積電有非常多的 大企業 經濟台灣經濟還可以 好那你回來看這些事情 房子的事情 青年勾的事情永遠都存在 那柯文哲做了什麼 侯友宜 侯市長你在新北市的時候做了什麼 那郭台銘 郭董你做了什麼 你要不要再去捐一筆錢啊 要不然你們站在那邊 知道要講什麼的 全部在騙我們感情的 沒有人可以幫助我 在台北市買房子 我只能靠我自己 講白的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國家 大家是不是做多一點點什麼 讓大家的生活條件友善一點 台北市 柯文哲八年你做了什麼 是不是有讓我們在這邊的人 稍微生活友善一年 一樣新北 台北買不起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買哪裡 買新店了 為什麼買新店 騎摩摩托車花半個小時45分鐘 用時間換交通 對啊 你這個房子稍微大一點 從便宜的房子慢慢換 只能這樣子啊 沒有 不要騙 沒有人有辦法替你買房子 你只能從郊區便宜一點的慢慢買 好 可是問題是說 那你在侯友宜侯市長 你在 你如果要參加這個遊行的時候 先不要講你 你們家包住公的問題 你在新北你創造了什麼 你做了什麼 不能拿林口的那個社會住宅來講 柯P最近也在拿這個縮嘴 那是朱立倫蓋的 跟柯文哲一點的關係都沒有 那是好龍兵的時候申請的時候 馬英九的國家撥的錢 朱立倫找那塊地 不要在這個時候收割那塊 那個跟你柯文哲一點關係都沒有 北流也是一樣 北流那個計畫最早開始的時候 是陳水扁 馬英九實在編的預算 2013年動工的時候 是好龍兵 你是在你任內的時候完工 你是收割者 不是一個創造者 但是不要用騙的 你要講居住正義 不管人家想正義 拿出辦法 一把紅的事情查清楚 有委員在這邊 監索系統 矯正署 我相信你們在景大的 學長學弟學妹很多 這個系統封閉 有沒有人搞鬼 易寶宏是特例 還是運氣好 我相信警大一定有能力問清楚 因為都是你們的人 你們的學長學弟學妹 從基層一路當科長 一定是警大的 因為這個系統別人進不去 所以我覺得司法正義也很重要 是啊 所以查清楚 因為都是警大出來的 都是你們的校友 我們的育政這一塊 一向是警大的 其他系統很難 文科大學很難進到這個系統裡面 我印象中很少很少 改朝換代 監索不變了 所以不用騙 不要用騙 因為你解決不要有任何問題 就算是多了 看電視 機動電話 記錄 等於是 我們都推出